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八字 丙隐跟隐奎卯丙臣 这个八字基本上 他是说跟他老公已经能战很多久 但是又突然 怎样又跟他争吵 又跟他争吵 在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要先看 这个是个女婿 他跟他老公 所以说我们来看说他的一个官 他的一个官来说的话 他在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他的官在这里 就是这一个尘土 在这一个尘土里面 各位我们看到他这边隐害一核 他这边隐害一核 隐害一核的一个情况下 他隐害一核的一个情况下 可是一样一幕直接去刻尘土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婚姻 其实基本上我们都不会说很看好 我们不会很看好 像这一种的三官去刻到官的 这一种情况下 一般要让他的婚姻比较好 通常都会有一种的情况 第一个 男大女很多岁 很多岁 大致上七八到七岁到十二岁 第二个就是这个男生 假如是跟他差不多的 可能就是男的个性 他是偏弱 他肯让女人骂 所以在这一种的一个状况下 这一个女孩子来讲 他假如是伤官客官的一种情况下 他的婚姻要好 基本上 我所碰过的 就是这两种的才会比较好 你不要说叫他农忍 毕竟他的一个本质就是什么 你看伤官伤官食伤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本质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本质 他的下一个大运来讲的话 虚土毛虚一合 尘土食的更难看 所以其实在这两个大运里面 我们并不是很看好他的一个婚姻 所以他要离 就早一点离一离 就早一点离一离 这我们来讲一定是这样 叫你早一点离一离 尤其你续月的时候更好了 续月的时候离一离 也就是说10月11月 能离就离了 因为毕竟来讲 长远来看 你并没有符合这两项的时候 你的婚姻就是吵吵闹闹的 可是通常他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好处 就是他假如专注于他的一个财运 也就他努力去赚钱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他天干的财运其实很不错 他天干的财运其实很不错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假如能专心的努力的往财运 对你这一个点他去发展 做业务 努力在工作上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一种的商官客官的女生 他在职场上会发光发热 但是他不是那一种 人家讲的那一种公司一路一路爬升 这一种的大部分 女孩子都是属于业务主管居多 业务主管 行销主管 这一类的 他不是那一种领导一个 这个部门大部分都是以什么 不是对内的 这个部门大部分都对外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以业绩部门为主的 创意部门为主的 不是内部管理为主的 所以说他假如能够往这一个方向去走 其实基本上他的八字其实是不错的 其实是不错 当然对他的一个婚姻来讲 他也不要对男方太过苛求 什么叫对男方太过苛求 你看在商官见官的一个女孩子里面 他必须要符合这两项 他才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他能力很强 可是他的另外一半 可能相对他而言 个性上就偏弱 他就会觉得 我的能力这么强 我要找一个更厉害的跟你说 因为他个性的一个原因 能力比他好的男生不愿意会找他 会找一个好相处的 所以说各位 这一种女孩子来讲的话 通常他的婚姻上就必须要这样 能够另外一半能容忍他的 但是很难 所以通常他的另外一半个性要柔弱 可能在成就上也不怎么样 但是对于一个现代的家庭来讲 可能就不是在男主外女主内 也可以相反过 就是女主外男主内 男生就比较偏向于在家里面的这个角色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这种八字的婚姻 一般都会处于在这一种现象才会好 他才会好 所以很多业务主管的女孩子 他都在那边讲说 我这么强 我的另外一半要更强 你错了 你的另外一半要非常弱 不然的话很抱歉 那么强的男生 他可以选择一个温柔的女生 不需要选择你 所以这一个就是商官见官女孩子的一个迷思 他要认为对方比他强 错了 你要当男人 所以说你的对方要比你弱 你要去照顾他 这样子你的感情 你的婚姻才会比较漂亮 不然的话 你假如要找一个更强的男人 更强的男人可以找更温柔的女人 不需要你在那边跟他睡睡念 因为他比你还强 他不用听你的 所以说你只要了解到这一点 你就知道婚姻的重点是在哪里 答案是一强一弱 这种女孩子强 他的另外一半就要弱 那你女孩子你本身弱 你另外一半就强 这样子的婚姻结合会比较好 所以说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会教他合吗 劝合不劝离吗 不会 离一离就算了 离一离就算了 去找一个continue的话 这样就行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